宋朝 荆州光陵縣有一位李袁宗 她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有一晚夢見一個凡僧跟她說 你有善根,為何不遲種金剛經呢? 世間善男子善女人,每日靜心能種一卷金剛經 陽奸增壽,命中生天 就算不明白經文的意義,都可以培植善恩,將來會開花結果 李宗元的女兒深深地相信自己的夢,於是發願每日持中金剛經三卷 所謂三卷即三片,一直到了二十四歲,又一次患傷寒病 病逝至冥姦,冥王騙查保夕地說 此人無罪,為何會發解來此呢? 再看下這個女子,頭上有佛光顯現,於是冥王又說 此女子有般若功德,即放還揚,恢復陽壽 臨行的時候,她又對女子說 你父親所做的殺業甚大,已經減了陽壽二十年 不久將會命中到本庭對證業障 因為你父親好食生魚肉,已經一共殺了七千幾條生魚 這幾千條生魚如今要素葬索命,你父親每晚發夢墮落漁網之中 而且日日頭痛,就是這幾千條魚要索償命債的原因 李元宗的女兒還魂之後,就將這件事告訴她父親 李元宗聽了之後,驚恐到汗流甲背 原來楊姦每做一件事情陰間都有記錄的 於是她就去天靈寺拜佛法縣懺悔,而且世界走肉 還會持長數,並且舉辦千僧齋以作懺悔儀式 由法縣手書《金剛經》四十九卷贈送給人結緣 因為當時還沒有印刷要靠手寫《金剛經》去流通 過了一年,送完四十九卷《金剛經》之後 有一晚李元宗發夢見到數千個穿青色三個童子向她禮拜 我們都是被你殺害過的生魚,曾向炎黃掃冤索命 現在得夢你寫經的功德,得以超脫速度往生善處,突來致謝 後來李元宗發夢每日還念《金剛經》一片 到一百二十四歲,無疾而終的 這段十六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編的《金剛經》辭願記卷下的 《金剛經》 《金剛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